诶 你有去投票吗 有啊 当然 真的哦 对 那你是早上去还是下午去 我是下午去 两点 我在做那个文章的时候 我们做很多文章 我那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一定会有人搜寻 投票到几点 四点啊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知道 真的假的 所以我那时候把其中一篇文章标题换成 投票到几点 果然就有用 提高搜寻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玛丽欧 我是朱朱 阅读提案 我们每周轮流提案一本书 本周是我提的 苹果橘子经济学 作者是两位 一位是史蒂文李维特 和史蒂芬杜伯纳 嗯 我跟讲这个 史蒂系列 其实他都是Steven 只是拼法不太一样 对 教授 第一个是教授 Steven David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作者 叫他其实是一个 也当过记者 叫Steven Donner 他其实应该不能叫杜伯纳 应该是Steven Donner 这样才对 嗯 好 那现在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看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有点 水果经济 苹果啦 什么水果 苹果跟橘子 对 水果经济学 这样 好 这个书其实蛮久了 2005年出的第一本 苹果经济学 那我会 看这本书 其实这故事有点复杂 我简单讲好了 好 我那天昨天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发现怎么把这个故事打完 就发现怎么一千多字 就是呢 我每天都会看经济学人 他有一个叫The World in Brief 我们就叫他世界简报好了 的文章 他每天都会有 来当做一天的开始 那这个文章呢 他包含大概六到七则 全世界各地的新闻 都很短就一段 然后还会包含四到五则 今天会发生的某些事情 通常是 峰会啊 或是谁要跟谁见面啊 哪一个政要去哪一个国家 但他在最后一则 通常会放一些 比较艺文类的 可能会议展览电影戏剧要上映 所以是日报 日报 日报 然后去年 听众不知道知不知道 就是我去年去荷兰嘛 就我去欧洲一趟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荷兰 会跑去荷兰 有原因是 我要看那个维梅尔特展 就那个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 对对看少女这样子 后来 那时候本来是要去 阿姆斯特丹 对对对 本来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就有 他把他集合在一起 结果后来呢 我去的时候少女已经回家了 少女的家在海牙这样子 与少女无缘的玛丽尔 所以我就坐了 我坐去海牙 因为很近啊 他一个小时就到了这样子 好 总之我那个维梅尔特展 就是在经济学院 这个每日简报中看到的 那年底的时候 他们这个 那个世界简报会 两周时间 一周回顾 一周就是 而下面的五折都是回顾 然后一周都是展望 我在回顾的某一天 他们就有提到 他们喜欢的podcast 然后当然 这就会吸引到我注意嘛 那我就看到 其中一个podcast叫做 If Books Could Kill 如果书本能杀人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它是一个双人主持的 说书节目 完全不知道内容 但是想说 说书 双人主持 是不是一定要听一下 对 好像要了解一下 对 所以就去听一下 然后我后来看了一下 他们讲的书 第一集就是在讲 苹果橘子经济学 那这个我过去一两年 听了很多很多次 就听最多的一个podcast节目 就是Freakonomic Radio 那其实就是苹果橘子经济学 后来开始衍生的一个节目 所以非常好奇 我就点下去听了 那听了之后呢 我才慢慢理解 原来这两个主持人 基本上就是 算怎么讲 知识分子酸民嘛 就是 你说那个讲书可以杀人的 那个 那两个主持人这样子 就是很酸的那种 的主持人 就是很爱讲一些 嘲讽 嘲讽这样子 然后讲一些 不见得听得懂 他们在笑什么东西 他在嘲讽书吗 他在嘲讽书 然后嘲讽书里面很多东西 每一本书 他们都会嘲讽 OK 那这个书怎么样呢 这个他们怎么挑书 他们挑书叫做 Airport Books 机场的书 机场书 主要就是机场书店会卖的畅销非小说 那机场书店有一个特征 我不知道你会去机场书店去逛书店吗 之前会飘过去看 但飘了一次之后就失望而归 对 因为机场的书店通常就是要卖畅销的 然后要卖 就是其实很像便利商店知道吗 就在卖那些书这样子 所以他不可能卖很多种 他不可能卖很冷门的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这些书就是他们觉得 伤害大家最大的书 所以他的副标题叫做 The airport bestseller Let's capture our minds and ruin our Capture our heart and ruin our minds 就是绑架了我们的心 然后这个毁坏了我们的心灵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要大肆批评 这些毁人心志的机场畅销非小说 好的 那这个苹果技术经济学 我读字很久以前 因为它是2005年出的书 所以我想说真的有这么糟糕吗 真的有这么不堪吗 就是他们的第一集就讲 第一集狠狠的屁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 天哪真的有这么糟糕吗 我隐约记得这些事情 但你觉得真的有这么糟糕吗 然后他们花了50分钟在骂这个书 还是超过一个小时 忘记 所以我想说 那我们就来去借来看看好了 所以你刚刚一开始讲经济学人 他那个推荐的就是要去听这一集的podcast 不是他听他是推荐这个节目 推荐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其实已经两年了 他不是新的节目 他已经出两年了 然后这两个主持人 他们之前也有别的节目 那好先介绍一下这两个作者 我刚刚讲的书 不是那个共同主持人 书的苹果技术经济学这个书的作者 一个是李维特 就是Steven David 他是经济学家 那他是MIT的经济学博士 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当教授 芝加哥大学是一个 经济系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经济系 甚至有所谓的芝加哥学派 在经济学里面 他们里面有非常多的 过去得过诺贝尔奖的学者这样子 所以很年轻就当上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有拿过克拉克奖 那克拉克奖是颁给40岁 颁给40岁以下吗 颁给年轻的经济学者 算是所有经济学者 他们就要讲第二梦寐以求 那第一弹就是诺贝尔奖这样子 好所以他算是很厉害 就很年轻就拿到了这个奖 而且他的学术论文就是非常多 就他发表学术论文非常快又多 好这是Steven David 那这个Steven Donner就是一个作者 记者那他也帮 定期帮纽约时报纽约课 这些杂志写稿 还有时代杂志写稿 那之前还有出过几本书 有一是写他自己过往生活的 就对了 好所以这是两位作者的背景 那这两本书 一本叫做Fakonomic 一本叫做Super 我今天要讲的是两本 然后另外一本叫Super Fakonomic 那这两本书 其实他们总共一起和写了四本 不是两本 那这四本台湾都有翻译 第一本就是苹果橘子经济学 然后第二本是超爆苹果橘子经济学 好哦 第三本叫做苹果橘子创意百科 第四本叫做苹果橘子思考术 所以就是苹果橘子系列 对对对 然后除了超爆是时报出版之外 其他都是大块文化出版的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怀疑过 为什么苹果橘子经济学 要翻译叫做苹果橘子经济学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想要翻成苹果橘子经济学 你说中文的出版社 对对对对 真的是没想过耶 我一开始曾经想过会不会是因为 有一句英文俗言叫做不要拿苹果比橘子 哦他们是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是说苹果跟橘子 他其实应该说那个俗艳就叫苹果和橘子 就是apple and orange 他其实他就是在讲说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这样子 那在我后来查一下 发现维基百科有列很多不同语言 都有不同的水果的比较这样子 然后就各地不同地方 他们就会拿类似的意思就对了 中文不太有类似的意思 他们有一个 你有想到什么类似的 没有我想到是 所以其实苹果橘子 经济学的就是苹果橘子 大家在中文看也不会联想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就不是这样在比较事情 所以他们在讲 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讲法是 中文接近的叫做风马牛不相挤 哦对 就是可能有一点类似这样子的意思就对了 好扯远了 但总之呢 后来啦 后来我去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 你看看到这是第一版旧版的书 就是上面就是一颗苹果 但内线是橘子 切开来是橘子这样子 我以为这是出版社的那种 后来发现没有 这英文原版就是这样子 哦 英文第一个原版就是这样子 所以英文原版就是苹果跟橘子 这个封面 对 所以叫直译 空二 所以 所以可能他们 那个台湾出版社可能就觉得 诶 苹果橘子经济学 好像不错 就叫苹果橘子经济学好了 那第二本就叫Super Super Super Fugnam 也是作者他们自己设定的这样子 然后 为什么叫超爆呢 这个也是原版 现在这个 他的封面 他的封面也是原版 就是爆了这样子 就是那一个苹果爆炸了 爆将 爆将 对 所以 OK 所以也是蛮直白的 就是Super 那就叫他超爆 苹果举经济学 感谢你的说明 对 那另外两本 呃 因为就已经变成是苹果举经济学了 所以 后来另外两本就中文翻译就是沿用苹果橘子 这个用法啦 那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 那两本的英文就已经 跟Freaknomic就没有关系了 对 那两本都是他们后来 比较是 他们成立一个部落格之后 里面一些文章的集集 栽入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 那个刚刚讲的苹果橘子思考书的话 其实叫 英文书名叫 Think Like a Freak 就是像怪开一样的思考 这样子 哦 所以其实第四本讲思考了 我没有看你对不起 OK 好 那所以苹果橘子经济学到底在讲什么 那这本书的核心主题 这样我们先不要讲另外两本 就先讲这两本 因为差别是什么 那两本 我没看 但我知道其中一本 是他们后来成立的一个部落格 就叫Freaknomic 里面 他们后来Freaknomic里面发表了八千多篇文章 他们才从里面选了一百多篇文章 编了一本书 就是第三本 OK 那这两本书比较不适 就是他们两个作者真的是从头写到尾 嗯 那这两本书 第一本Freaknomic 叫做他们一开始说 这本书没有主题 没有核心主题 那里面就是在讲 你可能没有觉得这两件事情有关的事情 但是他两件事情好像有点关系 哦 对 所以其实那个苹果橘子也不是完全没来由的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苹果橘子在 那就是这个概念 对 俗艳当中是 呃 风马牛不相干 对 不相挤 对 风马牛相挤 但实际上 其实是有 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在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点 那后来他们在第二本 这个Superfreaknomic的时候 就有讲到说 呃 其实 他们在第一本书 他说在前里面他们讲说 我们他们说了两个谎 他们说了两个谎 第一个呢 就是 呃 这本书没有统一连贯的主题 但是其实他们认为是有的 这个主题叫做 人们会对诱因有所反应 就incentive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那这个东西 其实在后来我们看了很多 行为经济学里面的东西 都会提到这件事情 那第二个谎呢 就是第一本书 第一本书的副标题 叫做 A root economics explore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就是一个流氓 可以叫流氓啊 流氓经济学家探索 呃 每件事物的隐藏面 嗯 那他们说大家以为是 大家会知道这是夸试 结果有人认真看待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说谎了 实际上他们没有办法 真的找到每一个 这个事物的隐藏面 嗯 但是呢 如果你到他们官网 我觉得他们后来成立一个 blog 后来变成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里面的那个副标题 上面那个tagline 就是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然后如果你去听 Fiknami radio的话 他也会在最后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人的声音 去念出这句slogan 嗯 Fiknami radio explore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OK 那我必须要讲 我一直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tagline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这一个节目的定位 也非常好 嗯 就是你要去探索 呃 事物的隐藏面 那只是如果你说是everything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没有啊 你有没有讲到everything 但我会觉得说 没有啊 他只是还没讲到everything 嗯 对 就是就是一个 看你怎么去谈这件事情就对了 哦 好 所以这个是大概跟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呃 我们怎么样了解 我怎么看到这个苹果橘子经济学 然后为什么会想要看到 还有他大概在讲什么两位作者 大概是谁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还没讲到重点 对 没错 吓死人 吓死人 对不对 我们讲了一半了 对 然后我处里面的东西 等到还没问题 所以那那我先直接先 破题好了 对 那所以 好想这样混过去 你看完之后你觉得 就是他们到底在 一开始在骂什么 你说刚刚那个 if books could kill 对 好 其实他们核心在骂的点啊 就是在说 这个里面 苹果橘子经济学 不管是第一本或第二本 里面都会有很多大量的研究资料 然后他们用一些 一种比较简单 口语式的方式 通俗的方式 来回答一些问题 或者把它解释在一起 嗯 那 刚刚那个podcast 如果书能杀人 好 如果书能杀人的 这个共同 呃 主持人 他们认为 应该说他们其实也跟我们很像 就是他们每次是 一个人选一本 对 对 就是一个人挑一本书 然后跟你讲说 这本书有多烂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另外有说 哈什么真的哦 然后一开始 这样一开始讲 这样 好 所以我们是推荐书 然后他们是在骂书 差别在这边 好 那他们在骂的就是说 书里面引用的很多资料 其实他们觉得 刚好就是作者会提醒的 相关非因果这件事情 但他们会觉得 你过度解读了这些资料 超义 对 超义这些资料 然后要提醒大家说 这些资料 不应该只是这样读 或是这种读法 有点荒谬 哦 就类似这样子 他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很不满 他觉得书在误导大家 对 他刚刚不是讲吗 他们的podcast的副标题 叫做那些 摧毁我们心智的书 好 那我现在稍微讲一下 那这本书的第一本 第一本的几个章节 就刚刚讲说 他怎么比较的 我念那个目录就好了 目录标题 第一章是 小学老师与相扑选手 有何共同点 第二个是 3K党跟房屋仲介 有何相似之处 第三个是 为何毒贩还跟母亲住在一起 第四 罪犯都跑去哪里了 第五 怎么样才算理想父母 第六 完美的父母续篇 换个名字会更好吗 所以这是 第一本 《苹果军事经济学》 它的六个章节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的确 好像都有一些很令人 就很吸引人 就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那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这样子 然后怎么样才算理想的父母 当然就很多讨论这样子 好 那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几个重点章节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就讲重点章节 第一个呢 也就是争议最大的 就是罪犯跑去哪里了 这个是 Steven Levy 他自己的研究论文 因为我要特别讲的是因为 这两本书 其实它也有一点像 那个不叫商管书 那个叫什么 什么类型的书 就是 刚刚那个Podcast在骂这种书 你有看过Mark Williams 那种什么艺术 什么引爆趋势 JS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懂 对对对 就是那个人Mark Williams 然后他不是提出了什么 一万小时 对 这件事情吗 对对 他是第二个被骂的 好哦 艺术就是outliner 他是第二本被 被拿出来骂的东西 对对 因为我后来也不是很 喜欢那本书 所以第二集 我就听得有点开心 他就是在讲 天才的人 就是有那些 他天生的有事 没有他在讲说 你要练习一万小时 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其实那个是 另外一个作者 好像叫Axen吧 他研究说 你要刻意练习 对 所以有一本书叫 刻意练习 对 对 那个本书才是真正 大家应该去读的 好 因为那个才是 一万小时的来源 啊又差题了 差题了 好 反正总之 这书里面有很多 呃 Steven David 他自己的 的研究 但是有很多是 他看别人的研究 然后用他的话 写出来这样子 所以就是有很多 这种类型的书 我们之前讲了很多 就这样类似的 对 那这个罪犯都跑到哪里了 讲犯罪率下降 这个是他自己的研究 他跟另外一个教授 叫多诺修 他们的研究是说 他们重新审视了 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 认为 90年代 美国的犯罪率下降 是因为 堕胎合法化 好 嗯 因为在美国的60年代 尤其是一个很重要的 最高法院的判例 叫做罗素韦德案 嗯 这个罗素韦德案 呃 这个判例导致了 后来在去年之前 美国的全 全美国50州的 堕胎合法化 是因为这个 最高法院的判例 所引发的 1973年的一个 一个判例就对了 嗯 所以他们认为 罗素韦德案之后 让全美国各州的 他有一些 严格性的不同 但基本上就是合法了 所以导致 后来在90年代的 这个犯罪率下降 嗯 那这个逻辑叫做说 因为当初会想要去堕胎的 就是比较有可能是他无法养 他不想要生 他不小心怀孕 的这些人 所以他们去堕胎了 嗯 然后所以这些人 这些 这些人就没有生 所以他这些小朋友就没有生出来 所以这些小朋友 他们认为就是最容易 会产生这种犯罪可能性 对 所以等于说他们根本没有出生 所以犯罪率就下降了 好 是不是觉得这有点恐怖 对 这个好像有点 太远咯 这个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篇论文 后来被各方人马去批的原因 因为第一 你会觉得 哈 那你意思就是 啊我们把人全部杀光 不就是犯罪率面临吗 对 你知道吗 就是这是为什么 会挑出来打的其中原因 大家都打这一个点 去看那个podcast 后面放一堆引用连结 我后来去看了几个 引用连结 真的就是 这一个论文 就是被打到爆炸 这样子 那这打到爆炸 其实其实 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 不合理 然后你甚至去仔细想一想 这个逻辑 好像也是有可能 对 好像也是 也对 也可以这样说 对 好 所以他在 他们在几个辩论当中 其中有一个 他自己 就因为这个论文 引发了非常多的争议 那因为他这本书 他也不是直接跳到这边 他是在先描述说 整个 美国的犯罪率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慢慢增加 那这个增加 其实跟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的那个人口爆炸 就是战后因而吵也有关系 因为人增加了 然后当时的定罪率比较低 然后关起来之后 刑罚判的也比较低 然后那犯罪率就慢慢慢慢增加 这是他们的一个讲法 那90年 所以那时候曾经有一度 有些犯罪专家或者是学者认为说 哇 到了90年代的时候 整个美国会变成一个犯罪天堂 其实 780年的时候 你看那时候的好莱坞电影 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了 就是那时候是非常多这种犯罪动作片 你要知道 终极警探就是在那个时候摆出来 好的 然后 那个致命武器 也是差不多在那个时候 那这个东西都在隐喻一件事情 就是说美国在那个时候对于90年代 或者是2000年的犯罪率持续成长 是认为是会持续成长 而且会变成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但结果到了90年代之后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所以他们在写这个论文的时候 讲说那是什么原因 是警察变多了吗 是什么原因变多吗 他们是一一去反驳 说这个是没有关联的 然后最后才带到这个 罗素伟德 对罗素伟德 是这个堕胎合法化造成的影响 那他们再试着去讲说 因为其中一个例子叫做 有五个州 在罗素伟德案 这堕胎禁令被备除 之前就先通过了 堕胎合法化 两年前 然后呢 他们发现这个数字 他们的犯罪率是没有 就下降的 对 他们说他们也是提早 犯罪率就下降 那这个在Podcast那边 就很不高兴 他们就觉得说 他说他在上课的时候 犯罪学教授 我跟他们讲一件事情 说如果你把现在16岁 到25岁的年轻人 全部抓起来关的话 你的犯罪率会突然砍一半 因为年轻人犯罪率是高的 这件事情本来就很正常 所以你把所有年轻人 全部抓起来关的话 那你的犯罪率 就会突然下降 所以他就一直在 用这个方法去觉得说 他讲的有点荒谬 那后来在辩论的过程当中 李维特 李维特他自己讲 他说你要去辩论的话 他觉得这个是 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如果你用一个 反堕胎的观点来看的话 堕胎基本上就是谋杀 就是很多人认为 堕胎就是一种谋杀 那以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每年有一百万的人 因为堕胎而被谋杀 所以谋杀也如果要定罪的话 那你的犯罪率 其实没有上升 也没有下降 所以他会 就是他的这个意思 其实暗喻说 那堕胎禁令 废除之后 那我们的谋杀率 其实是暴增的 对 他其实在暗喻这件事情 所以根据他的分析 能够避免几千起凶杀案 根本不算什么 这是他一个讲法 这样子 那他其实 然后他最后讲说 他其实并不是在讲 堕胎合法或不合法 到底是不是重要的 他没有支持 合法或不合法 他主要在讨论犯罪 而不是在讨论堕胎 到了2003年呢 就有一个人说 这个合法化堕胎 对犯罪影响不大 他写了一个论文 在反驳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个学者之间的比赞 其实蛮好的啦 反正就是各自来 就用自己的观点 来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Levy他们就回应说 他们认为这个 刚刚那个2003年 反驳他们的人 提出来的论点 因为遗漏的变数偏差 而有缺陷 就他用的数据是有问题的 反正就攻击你的数据就对了 然后到2005年呢 又有另外一个人 他们说 他们忽略了某些数据 细节不讲 各位在那个 英文版的维基百科上 可以看到 反正细节不讲 他们总之就认为说 你这个也有落差 所以导致的是 不是完全犯罪率的下降跟影响 那作者又反驳说 这个就算我们今天 把这些错误跟 一些盲点修正了 堕胎跟犯罪率之间的关系 还是显著的 好 他们就很坚定的 相信这件事情的 然后最后一个讨论点 就是有一个 在Firconomic里面 他提到了 这件事情 他除了讲美国的犯罪率下降之外 他讲到罗马尼亚的堕胎禁令 罗马尼亚在1967年的时候 也是下了一个堕胎禁令 就是说之后堕胎是非法的 那他们就讲说 在那个之前 堕胎禁令之前的时候 出生的小孩在各方面 其实都会比较好 OK 然后在堕胎禁令之后 这些小孩的反应 就是受到教育也好 或者是成就也好 都比较差 那那个人的反驳就是说 那个他引用 就是Steven Levy 他引用的论文 其实不是这样写的 所以他们两个就在辩论这件事情 然后Steven Levy就说 没有他就是这样写的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赞 所以各位如果针对这个细节 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研究这件事情 所以总之 总之他在想要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Steven Levy 他们在论文里面提到 就是说 透过统计数据的分析 然后不管是回归分析 或什么分析也好 他们认为就是 这样的结论 对导致了 美国犯罪率 在90代犯罪率下降 因为那些 可能会比较容易犯罪的 小孩子 没有出生 那这个当然在某些人 听起来就是会不舒服 那所以刚刚那个Podcast 会批这件事情 其实也可以理解 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我想要讲的是 小学老师和相扑选手 有了共同点 其实就是在讲 在诱因 某一个诱因情况之下 会作弊 那这个故事 Podcast本身 就是那个 书本杀人的Podcast 他们导致认同这件事情 因为日本的相扑选手 就是说15战当中 你要赢一半 你才可以升等 升级 OK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比赛 这个系列赛当中 七战七败 七胜七败的选手 他会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不确定 他只要输了 他就没办法升等 对 他可能会退 但是如果你赢了 你就会晋级 你就会升等 所以升等对于选手 项目选手的那个 赚的钱也好 或是地位也好 差别很多 所以呢 他就提了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叫做说 在 如果七战七 七胜七败的选手 对到 比如说已经是 九胜五败 或者是八胜六败的选手 因为他已经保证晋级了 对 那他有可能会放水 哦 那个人可能会让他 对 因为所有选手都不希望 那当然不是他主动让嘛 一定是那个七胜七败的人 去讲 因为你知道其实他们的实力是接近的 不然的话他怎么样都不可能会输嘛 因为如果他今天是 十一胜三败的 那跟七胜七败 那个落差太大 那输可能有点怪怪的 但是如果就是 七胜七败 跟八胜六败 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差不多 只是一个人先拿到八胜而已 嗯 对 好 那如果你输一场 八胜七败 你还是晋级 对 那我赢一场 八胜七败 我也晋级 对 所以他们就推论说 这是一个有可能放水 他们后来去做了统计数据 发现 当你在七胜七败 对上八胜六败 或九胜五败 这样的选手的时候 有极高的比率 极高的比例是 他真的会赢 就是七胜七败的 他真的会赢 嗯 对 所以他们就觉得 这是一种可能性 然后这个东西 当然在日本 就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弹 就是你怎么可以把我们 神圣的国际 对 我们比赛是公平的 对 你把我们神圣的 相铺是日本的国际 就是你怎么可以把我们 神圣的国际 等下讲成他们会放水 结果在2011年的时候 的确查出了这个作弊事件 好的 对 所以 那所以这件事情 本身是一个 然后另外就是小学老师 他是在讲另外一个 好像也是芝加哥吧 在那种国 公立小学当中 就是小学老师 他们带的班的成绩 会影响到他们的绩效 嗯 所以出现了一种 他们认为 小学老师 会帮学生改考卷的时候 帮他们改 他们的答案 哦 对 然后后来他们也有再去说 怎么样去抓这个东西 就是什么样的可能性 会去抓这个东西 在书里面也有讲 嗯 所以就是说 在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回到我刚刚讲的 人会对诱因做出反应 不管这个诱因是好或坏 所以这个只要有诱因 你可能会去做好事 你有可能去做坏事 嗯 这是苹果军事经济学 跟超爆苹果军事经济学 抛爆苹果军事经济学 都想要讲的事情 所以其实他的这个书 他们都 呃 他不是说在讲一个理论或什么 他就是讲大量的案例 然后去讲说 诱因对人是有影响的 对 所以他好看嘛 所以那时候 为什么会卖这么多本 然后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喜欢 然后这么多人在介绍这本书 我自己的心得啦 就是说第一个 真正Steven Levy厉害的地方是 他的好奇心 跟他对于这件事情的切点是 联想力 非常奇特的 对 就非常非常奇特 他脑子里面 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他提出了 最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的关键点 不是去解决这些问题 他的关键点是 他提出了很特别的问题 嗯 然后从这个问题去延伸出 最后的一些结论 嗯 是我想到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也就是那个书本杀人 他们不高兴的事情啦 就是数据分析很重要 但是 相关非因果这件事情 很重要 嗯 这两本书里面 其实也有不断提到这件事情 就他们自己也知道 毕竟Steven Levy 他自己就是学者 所以他非常清楚知道 相关非因果 但是在里面 偶尔你会看到 如果你认真看的话 你会觉得 他好像也没有那么认真 在做这 什么叫相关非因果 就是他们同时出现 不表示他们是因果关系 哦 就是今天 我跟另一个同时搭捷运 但我们两个不一定有关系 这样理解 不是不是 就比如说 今天你 哦 这个相关非因果 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结果出现 但这两件事情 不见得有 因果关系 比如说 最常讲的 过年要到了 各位 这一集大概上线前 已经快要农历过年了 农历过年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些人喜欢打麻将 对 有人是不是说打麻将 要穿红内裤 对不对 对 那当你穿红内裤 然后你打麻将 赢钱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是 因为红内裤 所以导致运气好 对 但是实际上 你只要稍微 有一点理性的人 应该就会知道 这两件事情 是没有关系的 好的 那这就是所谓的 相关非因果 今天你 你知道就是 呃 在运动上 运动场上面 其实也很常出现这种事 哦 比如说我今天 做了某个动作 或穿了某个衣服 赢球了 呃 这个棒球上面 这个东西是不能洗的 你知道吗 好 当你在连胜的时候 那个帽子是不能洗的 哦 好 好臭 好 那这个讲 好听一点就是 相关非因果 讲难听一点 就是要迷信 了解 所以就数据分析很重要 但也要记得 也可能会有迷信的状况 就是你要 把因果关系 要真的很严格的去界定 才能够去理解 它是因果关系 就对 才能确定 它是因果关系 那 第三个就是 讲说 树大招风 这是很正常的啦 你一本书 一个学者写的一本书 竟然卖了四百万本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 在美国那边 应该是很多人会不爽啦 所以 你一定会去 我觉得也不是不爽 就是大家会讲说 哦 你这么厉害哦 你到底写什么东西 我来看看 发现 就这样子 好像不太对吧 对 然后就开始讲一些这样子 会很认真的分析啦 但是有趣的是 我在台湾 至少 我不知道中国那边有没有 但是至少在 台湾的中文的书评当中 没有看到 不太有这样子的分析 因为你要很认真的去看 它的原始论文 在讲什么 才比较容易去 呃 去纠正它 对 去纠错它这样子 好 那 就是这一集哦 我们在讲了 呃 苹果军事经济学 它的一些内容啦 我自己是 觉得很值得一看啦 你看得很开心吗 我是看得蛮开心啊 我小时候看 不是小时候看 年轻的时候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会脑洞大开啊 我会觉得 诶 原来是这样的 诶 原来可以这样想 那种感觉 但是这种东西 其实还是回到那一句 就是说你要小心 就是他 当你提 他提出了一个 好像看似合理的事情 的结论 对 然后而且他也描述了 他的推演过程的时候 那你不完全理解 情况之下 你要多相信这件事情 嗯 我不会觉得完全不可以相信啦 但是 不要 被他带着 走 但这很难 我承认这很难 我们基本上是相信 他里面引用的资料 跟推论 其实是正确 才会变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反驳的人 大概都是认为说 你的 引用推论有误 不管是引用有误 或推论过程有误 嗯 但是你会读一读 你就觉得 其实他蛮有道理的 就是他是合理的 一个正常人的阅读 就觉得 他有一点道理 你才会继续这样读下去 这样子 好 所以不知道你今天 听了这一集之后 你有没有看过 苹果橘子经济学 或者是 你对于这样子的 推演过程 其实里面有很多故事 现在很多书都有讲过啦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想法呢 欢迎到Facebook 或者是IG 或者是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 跟我们讨论 希望你今天听得开心 答案 可以切一盘苹果 配着吃 切一盘苹果跟橘子 对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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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